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1跟4.2的练习题 大家做的如何 好像只有一位拿满分 大家大多数 没有多数 就三分四分 三分五分七分是有三个人 其他的都 0分的不是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如何 有很难吗 我们来看一下 哪哪些应该是哪少了一个口子 哪些不是利的三大要素 我们的利的三大要素呢 是这个大小利的大小利的方向 还有利的作用点 给私利物 并没有提到对不对 私利物是谁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根据利的性质 我们可以把利分成了三种 就是我们课本写的重力 弹力跟摩擦力 那这个阻力的话呢 是力的效果 我们讲阻力跟动力 什么的 这些是力的效果 以力的性质来分的话呢 是分这个重力弹力跟摩擦力 OK 所以要看 看回课本就可以了啦 那这个物体所受的重力和物体的重量 W跟它的质量M成正比 那我们可以表示成什么呢 W等于Mg 那W等于M9是什么意思 W等于Mg 那个W用小写 我们的这个物理 我必须要告诉你们 我们的物理的这个符号 大小写都非常的讲究 像比如说你的V用小写 我们就是当做是velocity 用大写我就当做是volume 所以这个大小写来讲呢 非常讲究了 所以如果你写小写 小写M是质量大写M 可能我就以为说 他是Mega还是什么呢 OK 所以这里W等于Mg 这个是我们初中学过的 弹性限度内呢 弹簧发生的这个形变的时候 弹力的大小跟弹簧的伸长 或者是缩短的长度 成正比可以表示成F等于KX K呢就是我们称为这个写错字啊 弹簧的进度系数 那进度系数如果你写成繁体 这个我可能要手动了再去帮你加一加分 那个弹性系数的话 如果没有记错呢 这个旧课本的确是用弹性系数 所以这个弹性系数呢 我好像也是有给对啦 OK 所以这个是新课本呢 是用进度系数的 这个应该是写错字的进 进度 OK 好 再来 摩擦力的大小跟压力是成正比的 那我们 也就是说两个物体表面间的 垂直作用力 成正比就是所谓的压力啊 那F等于μR μ是一种比例系数 它是跟这个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是我们初中所学的 对吗 那个摩擦力跟表面的粗糙程度 不是表面是接触面的 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有关 然后当然是压力呢 是这个R啦 这个R是normal force的意思 那这个μ是跟粗糙程度有关 好 接下来 质量为40.82kg的话 如果我取这个G是9.8N per kg 请问重量是多少呢 那我们就按一下 40.82 为什么我会选到40.82这么流浪呢 因为乘以9.8的话 我就会得到400N OK 三个significant figure就是400了 400N 没有写N应该 没有写N对吗 没有写N不是很好 这边我并没有教你说 不需要写单位 所以如果你没有写N其实也是不是很对的 OK 你看有人写400kg啊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呢 是的确是会有人误解那个单位是kg 重量的话呢 应该是牛顿的对吧 重量应该是牛顿啊 所以是400N 还有人看到最significant figure还给我400.036 这个就是给太多了啊 好 接下来重400N的物体挂在弹簧上 会生长20cm的话 请问进度细数是多少 那进度细数来讲呢 你应该要给我那个单位哈 400N除以20的话 你就会得到20 但是如果你是写20的话呢 是N per cm N per cm 如果换成N per meter的话呢 这个20cm应该要换成0.2吧 0.2牛顿 也就是说五分之一 换句话呢 应该就是 400除以0.2 你会得到2000 要2000 所以也就是说 他应该是2000N per meter 只有一个人对 牛顿meter刚才谁问我啊 你老师写NN不对吗 N per 你有per跟没有per是不同的哈 OK 或者你可以写负义次方 当然如果你写负义次方 的话 呃 那个 也是可以啦 牛顿负义次方的话 像你写简易就不是很对了 你应该要写啊 像这样子 有这个箭头向上的 就代表他是次方 但是他如果是meter 负义次方 应该是2000才对 啊 所以20也不对了 所以这些都是要手动去改了 牛顿cm是错的 牛顿percm才对 牛顿meter的话 牛顿permeter 应该是2000 啊 OK 所以这些都是单位的问题啦 好吧 好 再看下一题 重500牛顿的木箱放在水平水平的地面上 然后木箱跟地面的这个最大净摩擦力是130牛顿 动摩擦力的系数是0.2 所以你也可以去稍微算一下哈 他的重量是500乘以0.2的话 我们按一下计算机啊 500乘以0.2 哦 就只有100 所以也就是说净摩擦力可以去到130 动滑动摩擦力只有100 哦 所以如果我今天推80牛顿的话 那他是净摩擦力 呃去到80牛顿呢 所以摩擦力是80牛顿 OK 80你忘记写单位了 800不对 太多了 OK 然后啊 这样子了啊 就9个人做对了啊 不错 如果今天 他推130的话 请问净摩擦优惠是多少 因为我的这个净摩擦最大可以去到130 那我130推他 他也应该也是130 OK 就这样简单 如果他多过130的话 180 比如说180 那180的话呢 他就会开始移动了 对不对 因为我净摩擦最多去到130 那你推我180 这样他就开始移动了 他一开始滑动的时候呢 就会掉去变成滑动摩擦 对啊 滑动摩擦最多去到100 因为我们刚才计算了 500乘以0.2 所以最多去到100 所以一开始滑动的时候呢 就是100了 啊 这样子啊 说啊 这个题的答案是100牛顿 嗯 有5个人做对了 OK 这个摩擦力呢 大概呢 就是用 大概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主要要 主要让你知道的是 我们的力呢 呃 如果在净摩擦力的那个最大值之前 你推他多少 他的净摩擦就会是多少 一超过那个最大的值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移动 一开始移动 你就要看他的滑动摩擦会是多少 啊 那你就要用滑动摩擦力的那个大小了 OK 这样子来看啊